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星猴 今天咱们继续坦克之星 咱们出动的是火焰坦克 来玩一场锦标赛 看看能不能一打六 起手一个高空爆弹 但是没有秒掉它 它还剩一丝血量 因为咱们的这个弹着点的位置不是很好 如果可以打中它的炮塔的后边 那么可以是秒掉它的 因为坦克的这个弹落点都在后边拿 正面装甲比较厚 还是比较费劲 好换上空头火焰弹来瞄准 定位之后空头火焰 它可以在地面上留下火焰残留 然后它们第二波的坦克出来 就会被烧一下 这个坦克跟寒冰一样 也是比较的恶心人 它会在场面上留下各种痕迹 你看这上来直接都烧掉半根血了 那么看来我们还是有机会一位六的 我去 它们这个火力也可以 这个铁球能不能砸到它们 我去 这个球白放了 还行 不算白放 砸了它一下 不过没有爆掉 这时候它们要吃这个箱子 就势必会上后边去从火里过一下 好 这也是 这个应该是地火 咱们精确瞄准一下 我去 这一波可以啊 直接带走一个 还剩一辆 那么它会被火烧一下啊 主要是最初始的这个火真的糖啊 一个火焰竟然烧掉它们半根血量 火焰坦克的这个远程技能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跟别人拼这个跑步线 但这一发竟然打歪了 那么也是给了它喘息的一回合 不过它踩在火上了 那么 竟然不挪地方啊 被无情的烧掉 到了第三回合 对面的话是三辆火箭发射车 我去 它竟然把自己的这个地面打爆了 现在咱们这是近程炮啊 并不失价 那么只能无情的把这个近程炮浪费掉 如果你不开炮的话 这一回合是不可能继续前进的 必须把它扔掉之后 咱们才可以续会自动获得下一轮的这个炮弹 但其实这个近程炮的伤害都要比远程炮的要高 所以说 打造一辆这种防御比较高的坦克 可以跟别人拼近战的 也不拼成跑步线躲掩体了 这些都是正面硬杆 但锦标赛的话 生存还是第一位啊 如果这么做的话 很可能会被敌人两轮地干掉 这一炮也是轻松带走 但对面的话还剩两辆 咱们准备一下 它这个坦克这么走的话 有点像这种高炮塔呀 它怎么自己走火里去了 过去 这个家伙真是的 自己去往火里走 看看能不能用球给它炸一下 这个角度 我去竟然上去了 那么这个球咱们白费了 白费了一个球 如果这个球正面砸中的话 应该可以轻松带走它的 不过没关系 咱们现在已经是一位六了 试一下 这个稀有的空头补给 试一下近程炮 高空瞄准 那么也是直接 211 176 这个伤害还是有点高啊 我去 它竟然打出这个散弹 那么咱们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用高空火焰爆炸 空头火焰 一波 我去 再烧一波 那么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软火玩 我们下期再见